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放学回家之后 可以吃到妈妈 为她准备的香 碰碰热沉沉的饭菜 如果说做爸爸妈妈的 回到家里面 吃到孩子 为我们准备的料理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很安慰 又很骄傲呢 连阿芳老师 他都觉得孩子做饭给他吃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么阿芳老师 就把他的这个 做菜的功夫 还有料理的配方 都传授了给他的孩子了 你想不想教你的孩子 下厨房学做菜呢 那我们就跟着阿芳老师 一起来学一学 如何教孩子下厨房 好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今天阿芳老师要来 把他的武功秘籍 教给我们了 那么首先 我拿到的这本书呢 叫做给孩子的厨房笔记 然后我就开始读哦 我有读书哦 第一个喔 她说是给女儿的嫁妆啦 是啊 艾甄姐 真的好 每一个当妈的 都会希望说自己能够给孩子 有一些嫁妆 那以前的嫁妆是比较物质的 可是我觉得现在我自己的想法 我想要我的孩子 他拥有 可以创造家庭幸福的能力 那我觉得其实 家庭幸福来自厨房 我教孩子从没有想要教他什么 成为一个大厨师 或者是成为一个什么 大家认识的烹饪老师没有 我只要他能够为家人 好好的打理一餐饭 这样子就好了 不简单 我们就请阿芳老师 边做菜呢 边在这个做菜的过程当中 原来每一样东西都是需要注意的 那我们至于想多学就多看书好了 就看这一本给孩子的厨房笔记 但是我们竟然跟着笔记走 那阿芳老师 你今天要教我们做的料理是什么 我今天要做这个叫做 蘋果藕丸 玉丸 应该是这样讲 在那个中泡塞版豆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炸芋头球 可是它要做起来好吃 也没想象中容易 所以我教孩子 我会用个比较正确的方式来教 大家有没有看到 爱珍姐 你有看到我拿一个芋头手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小 做菜其实分量 你说它不重要 可是它确实很重要 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学的 就是从这个食材购买的开始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除了芋头之外 我们还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 做笔记 好 好 现在我们就跟着这一位漂亮小美眉 拖着她的福气 然后跟着她一起学 那么首先就 她会做这道料理吧 会 爱珍姐 爱珍会做 爱珍姐 可是爱珍姐 今天这道菜说实在的 做起来很容易 要做到好吃 难 对 就难 对 那首先我们要看 刚刚有教我们认识芋头 还没讲完 就是要买大小的 当然芋头可能到季节对了 有很大的 有小一点的 但是我们今天等会 因为它最终要在芋头里面 对了淀粉 就是太白粉的份量 对多了 那个芋球 粘点 它很 它硬 太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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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对不够 你到锅里面这样它散了 就会散开了 就散开了 它不成型 所以它的那个份量拿捏 其实比较重要 就是你在选芋头的时候 你不要太大 你就是大概我的手磨 我们大大的手磨伸出来 如果你大概这样子手拿着 每个人手不一样 是 可是 就是你可以拿起来 跟你的手磨差不多 那这样带皮的话 你秤起来一颗 大概就是一斤出头 那等到那个皮呢 削掉了之后 你拿来秤它 大概就是500克到600克中间 对 就是这个份量 然后特别要讲一下说 芋头在削之前 千万别去洗水 就是它那表面那个气根 它有草酸碱 那如果你碰到水 你又削芋头 你一定要转动它 你的手就会跟那些粘液产生作用 你的手最后就会好痒好痒 原来是跟 所以就干的时候把它削掉 削掉之后 拿那个包装的那个 外面的塑胶袋之类的 把它抹一抹 你才拿去洗 这样你的手就不会痒了 真的 我妈以为她在手套 对 好 然后我们要先把这颗芋头先蒸熟 那我要蒸熟的时候呢 就是它切的一个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是刀子的后尾 然后呢炸到芋头里面 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拽下来 这个在料理的工法里面叫做 鸡 鸡 鸡 台语闽南语叫做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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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有什么好处 大家一定想说要快点蒸熟 我就切薄片 对 可是很薄的片 它到时候去蒸会吸太多的水分 太湿了 太湿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每一个面都是不规则的 对 珍姐你摸一摸 它是那个 对不对 像沙子蒂这样子 粗粗 然后你可以看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几个面 等于说它有好多的受热面积 可是问题是它中间又是很厚实的 那这样蒸起来才不会整个芋头 全部倒都是有含水 这样子 对 就是你把它蒸芋头要蒸的香 蒸的松 就是你要有这些小诀窍 听到没有 连这个都有配布 所以你说 厨房里面询问可爱了 绝窍很多 对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 因为像这样子我们放在盘子上 它是不是就会有很多的透气口 有 不会像这样整片趴着你贴我我贴你 对 那蒸不透 对 好 现在我们放到锅子里面去蒸 要把它蒸熟 在家里面用电锅 蒸锅都OK 但是蒸东西原则上就是热气对流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蒸锅 好多水子气 大部分人就会往正中间把 是啊 没错啊 对不对 可是正中间把它旁边的气孔 大概就在挡掉剩下一点点 又被盘圆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发现 我把它靠一边 它的盘子是偏一边 对 可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 它有两排的透气孔 然后可以产生整个里面水气 就会很旺盛 故意的你把它靠 对 我故意的 所以它那个是有两排透气孔 对 然后现在我们说 芋头蒸松不松 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皮子闻到很浓很浓的 芋头的香味 就表示它应该熟透了 第二个方式就是你在家里面拿一个筷子 然后找里面最厚的一块 我的手一碰 它透了 有没有 一掰就松了 一掰就松了 表示这个季节的芋头非常好 就全熟了 每个季节不一样 对 一般芋头要好 品质好 就是要中秋节之后的芋头 对 就从那个中元节 然后开始慢慢就好 然后最好的时候 中秋节过后的芋头 所以到冬天我们吃火锅的时候 那个芋头的一个口感呢 可以讲是最好的 艾珍姐 我现在就趁热 把这些芋头蒸好了 我要把它倒成泥 好松喔 对 我要特别讲 这个你要趁热 就是说我从锅子里面 热热的拿出来来倒 你可以看到它就形成了 像这样子的一个很粉 很松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又让它在锅子里面 你熄火 放凉了 回温了 它的芋头又会持水 那水汁跑掉了 所以要马上 它就会变硬 然后马上捞出来 对 你要马上把它捞出来 好香喔 对 现在就闻到好香的香味 所以它没有很湿 没有很湿 现在的芋头很好品质 所以很粉 很松 但是什么季节的芋头味比较湿 农历七月之前 那时候不是常常会下雨 土地里面就很多的水 然后芋头就会拿起来又重 可是它蒸完是浩浩的 就是我们称的水芋头 它就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不太适合做这个东西 对 就不太适合做这个东西 好 然后我们把这边芋泥给拨散了之后 我现在就在里面做调味 好 我先来吃一口这个好不好 这个原味的 好 应该很好吃 就是食物的原味 好 然后我刚刚有讲500到600 就是500克到600克的芋头 芋头的芋头 六 六勺的糖 对 好 再来盐巴 二分之一小匙的盐巴 好 这就是后来我在教小孩做菜的时候 然后四分之一小匙的这一个 这个 这个 胡椒 这个是你们家 对 这个是四分之一 表示我刚刚的盐巴少了一点点 再配好一点点 所以一定要这个比例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去领略了之后就发现 原来很多的东西是不需要分量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 它是需要有分量的一个拿捏 这真的是很安全很保险 所以它的那个甜度就是也是刚刚好 对 爱真姐刚刚吃过原味了 对不对 再来一口是你调味的吗 你刚吃一口 它还是 你看起来是不是干干粉粉松松的 对不对 好 来 可是它感觉比较黏黏 爱真姐来 给你一点点 好 然后到这个程度呢 它有一点咸 有咸 有甜 甜甜 嗯 有没有刚好的味道 有 有啊 好奇妙的口感 我现在吃下去是淡一点咸 再咬下去甜味出来 甜味就出来了 好 然后在这里头我们要摆了油 在这里面它要好吃 要摆一点油 现在你们看到里面的芋头 是粉粉松松的对不对 是 当我这两匙的油下去之后 它就会变成很绵密的一个质感 很特别 我刚刚什么东西加的时候呢 我吃的时候是比较干干的 干干的 然后有了那个糖跟盐之后呢 有比较湿嫩一点 对 那这个再油下去之后 然后安生姐你看我放的油不多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一点点的油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芋头的状态又完全变了 它开始 变滑了 变像冰淇淋那个绵密的 像 好奇妙哦 它这样油下去之后 味道会变吗 口感会变 口感变而已 安生姐你拿这边 拿这边真的 这好像冰淇淋哦 对 这个冰淇淋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吗 做得像冰冰的 不一样的概念 只是说你可以看到 在食材中添加一点不一样的圆 它很绵密 很幸福 吃下去是咸的 然后再甜味出来 然后再来就有点辣味 是啊 对不对 胡椒的辣味是厚出来 那香味 加上油调了之后 那个感觉真的很像吃冰淇淋 对 好 然后最难拿捏的就是在于 这些的粉料要到底配多少 好 那这边我已经用了一个 这个我们做菜里面 视觉比较容易判断的 叫做凉杯 半杯的一个粉量 凉杯 就这样子直接放进来 好 好啦 这时候 就开始了 所以说那个真的 水汽太重的时候 就不要做这个点心了 它就不要做这个点心 因为你怕它那个不够黏 你就会加很多粉 对 对 加月朵粉 然后当然也可以做啊 可是到炸好之后 你就会吃起来 它很像那个粉圆那样QQ 太Q了 就少了芋头真正的原始的口感 好了 现在变成面团了 它已经变成 像面团一样了 芋头面团了 那这个在家里面 假日的时候 亲子DIY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点心 所以说多大的小孩 就可以开始做这个料理 如果妈妈做到这个小学生 就可以开始 幼稚园的小朋友也可以捏 对喔 对 好 然后我今天比较特别 我们的芋丸可以做素的 我喜欢做成枣子样子 我就叫它芋枣 然后呢 小孩子的想象空间比较大 我家孩子会说 我们放起司啦 也可以 对 放起司啦 起司跟芋头也合 对 然后问题是今天它既然是炸物 所以我放了一个 比较清爽的食材 是苹果 新鲜的苹果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 可是苹果有水分耶 不怕 它包在里头了 所以这个颠覆传统 通常这个可能里面就是像 传统的包一些什么 红豆泥啊 或什么东西的 对 那不包其实也很好吃 好 那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好 阿甄姐妳可以看到 我现在揉的这个形 像枣子一样的 这就是叫做玉藏 我就会这样把它 就是里面如果不包餡的 我就会把它捏成像枣子 然后包餡的 我就会把它揉圆的 就揉成圆的 对 这好包吗 好包 你捏捏看就 你会发现太好玩了 好软喔 好软喔 好 如果你把它包好了之后 我们要准备一点点的太白粉 好 在碗里面 放一点点的太白粉 是 就把我们做好的这些玉藻 玉丸 放进去 平均滚上太白粉 抹一点点 对 这样子 就可以 就完成了吗 把它放到保鲜盒里面 去准备 就收起来 好 我们给大家看看 家里面预先做好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现场蒸热的 对啊 它是软软的 可是当你可以看到放到冰箱 它就变硬了 对 可是等会到锅子里面去炸的时候 它又会重新回软 然后呢 我通常会喜欢如果说再有香酥一点的口感的话 我们现在在这个外头放一点点的水 所以这个放到冰 就这样直接放就可以了 把它排好 排列好就好了 就放去冷藏就好了 就放冷藏就好了 不要冷冻喔 不要 因为它里面粉量非常少 所以说最好是说 你头一天再做就对了 不要说很早做起来冷冻 海方也有三四天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是熟的东西了 这里面全部都是熟的东西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有一点点的水在碗里面 打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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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沾的是面包粉 面包粉 原来要打湿 那这样子外面的原本厚厚的那层粉 就会被我们洗掉了 它就不会那么多的一个粉 原来你是在洗那个粉喔 它就有附着固定外表的外形 然后还可以把那个面包粉 沾裹 沾裹上来 我们东西要炸得好 你要落油到锅子之前 记得一定要空锅 你这个都要揪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讲的发现 其实食物要炸得好不吸油 那个油温的控制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开始就把油给放进来 对 它就会透过于锅子 温度就一直跑到油里面 你的油是很热的 可是你的锅子它是不是那么热 但是如果你先空锅 让锅子的温度是够的 然后你再来放油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油它就可以维持 透过于锅子维持很稳定的火温 所以我们一向炸东西的时候 就是锅子是冷的时候 就先放好的油再开火 是做的 对 要先空锅 让它锅子有温度 炸出来的火候颜色 就不容易太过火 是稳定的颜色 对 就稳定的一个火候 好了 这样子圆的 我都已经挂上来了 等它油温热了 我就开始准备要来炸它了 好 来看看 菁姐 现在加热有点时间了 我们就准备要来测试这个油温 是不是我们东西要下锅的 好 然后我们刚刚讲说 裹在玉丸的外面就是这个面包粉 所以你很容易找到一个屑屑 来测试一下油温 如果它沉在底下 就表示油温就是太低 它才密在底下 可是它当它有油温的时候 它就会顶上来 它就不会往里头密 它直接就马上就在上面 对 如果你放下来的 它是颜色就立刻变焦 那就太高了 对 就太高了 这就是一个很容易辨别的 好 现在原则上 你可以看到它连掉到底下 都没有那个机会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地上浮起来 这表示怎样 当我放第一颗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明显 它就会有往外推 对 只要它是往外推 跑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这东西就会炸成功 它也会出现没有往外推 就是泡在那里 那就是油温不够 可是你慢慢加热 它是不是一直往外跑 对 它就把你的东西一直往外跑了 你就会掉了整锅 所以那个沾在上面的东西 有时候说炸着满锅都是 满锅是 对 就是也是油温不够热 好快喔 那你还要这样子轻轻地晃动一下 如果 推 在家里面用我们的锅铲 下去不要急 好 因为它外面那些沾布的那个面包粉 还没有稳定 它还没有稳定 对 给它一点时间外面熟化了 然后不要这样子去铲 用我们的锅铲被 轻推 轻推 对 里面芋头是熟的 苹果 我们吃它的酸甜 然后呢 现在只是要把外面的粉衣把它炸脆 还有里面的太白粉 基本上太白粉到70度 它就熟了 那油都有100多度 所以它其实已经就是说 很容易就熟的东西 很容易就熟了 对 你看看现在金黄香酥的样式已经跑出来了 真姐 我麻烦你帮我拿一个大盘子铺点纸巾 我们只来 冬天的时候是可以适时的做一点油炸的食物 因为它会带给你身体暖的那种感觉 对啦 其实说有些人说完全 夏天我很少做炸 可是问题是到天冷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有点炸的食物 孩子吃起来他就觉得好幸福 好幸福 对 毕竟不是天天吃 不是天天吃 但是也不要说完全拒绝他 是 偶尔吃吃也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然后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 把火力调到最大 好 慢慢准备 我大概在一分钟我就要起锅了 就要起锅了 对 这时候我就慢慢 好快喔 大家仔细看它颜色很快 对 看它颜色很漂亮 速度很快 对 这个时候如果卡锅没较快 然后还好 因为如果说这时候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它最后要离油的时段 是那个火是大的 它就可以往外带 不需要炸到很黄 这样子就好漂亮的颜色 而且它你可以看到它 它还在变 火温哪里的好 对 它就啪啪啪啪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完全不吸油 你从外面看起来一直搭 是干的 对 就是你火温油温 然后整个的油脂品质还要维持得很好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颜色还在加深中 对 两颗大的 然后我最后把几颗小枣子 把它抓出来 对 它的颜色还在变深中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没有上面包粉的 一个一个像枣子 是不是像枣子一样很可爱 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一个成品盘把它放上来了 好 我们就可以准备来吃咯 来 苹果玉丸 做法是芋头切滚刀块入锅蒸熟之后 趁热取出压成泥 加入糖 盐 胡椒粉 沙拉油拌匀 再加入半杯的太白粉拌匀 成为芋泥 苹果去皮切小丁 取适量的芋泥包入苹果丁 搓圆之后再沾上太白粉 接着沾一层水之后 再沾过面包粉备用 油锅烧热改中火 放入芋泥球 炸至金黄色 再改大火逼油后起锅就可以了 好 这个啊 这个炸起来喔 你们不知道有多好吃 它外面是这样酥酥软软 然后中间呢 就是那个淡淡的苹果香 如果说真的像你们家小朋友说 煎冷的时候一点放起司 起司 会爆浆喔 对 可是我今天放的苹果是 平衡油炸食物的油腻 然后爱真姐你看看 炸食物炸得好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算你放再长的一点时间 它没有它 它外面不挂油 也不会反油 它干干的 而且还有它不会说这样薄薄 对 对 不会薄去 为什么 为什么不会这样子薄薄 油温的掌握 我们刚刚说要看到 对 所以刚刚这个整个的 那个撇步你们有没有记得 就是说刚刚阿芳老师一再交代的 那如果说是真的不记得的话 我们可以托他女儿的福气 叫做给孩子的厨房笔记 我们就拖着这个小妹妹的福气 因为他妈妈教她的买博 那我们就在里面学 里面有在讲到炸东西的 对的一个技巧 从热锅放油到什么状况都会讲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要多用一点心 然后你去感受食物它的变化 那你就可以掌握到做菜的一个技巧 然后做上这样的一个点心 对于我觉得现代的妈妈 你可以多一点变化 然后可以提早 尤其像我们有做活动的 这个做香肌的师姐 这也是会让人家惊艳的一个道点心 你们知道吗 阿芳老师刚刚讲那个芋头 可以做几个这样子的丸子 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 我的天啊 对 非常的实惠 我觉得这是在家里面做起来又安心 对啊 对 你看 花不了什么钱 自己做 然后非常的安心 重点是照这个方式做 它还很好吃 对 那大家讲个秘密 刚刚是不是这样好几倍都没有 通通被抢 孩子一定会喜欢 对 谢谢阿芳老师 谢谢阿芳姐 谢谢 来 跟着孩子学厨房笔记 谢谢阿芳 谢谢阿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